大家好我是林子 菜园里面的里子真的是多的吃不了 今天我又摘了一筐 这个脆里也是季节性的东西 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给它腌上一些 半年以后都可以吃 一起来看看吧 自家的里子是自然成熟的 特别的好吃 主要是太多了 真的是吃不了 咬一口试一下 好香的 我们给它清洗干净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底子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放到太阳底下晾干水分 夏天的太阳真是火辣辣的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晾干了水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无油无水干净的罐子 如果有玻璃罐的话会更好 把晾干水分的里面放进去 再准备一包超市里面买的最普通的盐 如果有粗盐的话 效果会更好 然后一层里子 给它撒一层盐 像这样装满之后 我们给它扣上盖子拧紧 像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 腌制半年就可以开吃 很多朋友会嫌我这样做太麻烦 但是新鲜的里子吃多了 容易上火 我们农村有句老话 一个里子三把火 所以吃新鲜的尽量少吃 像这样腌制过之后 再吃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如果你也喜欢吃里子 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谢谢大家